接下來要介紹的這一位 是來自屏東的花藝家 吳上洋 因為先天有土瑞士症 從小被說是鬼附身 神經病 不過他卻用樂觀的態度 堅持插花 甚至拿到了世界冠軍 湯到手 越來越多的設計是把所有的鐵絲 外露在外圍被看到的 學員齊聚一堂 老師卻邊講課邊大叫 他是患有土瑞士症的花藝家吳上洋 我的症狀是很明顯的 雖然不是很平凡的那種 但是偶爾來一下就想要點點到 路死咬不安 吳上洋的故事 是從屏東一個鬼故的孩子開始 我很愛跟老師辯論 然後老師說我很不喜歡你 我說沒有關係我也討厭你 結果那個老師會覺得 反正我就是一個鬼故的人 鬼故的土瑞士症孩子 跟著家裡的長輩學插花 卻意外在花裡發現人生 就這樣一路闖進國際舞台 世界各地的插花好手齊聚 吳上洋鬼靈精怪的動作特別醒目 2012年他還奪得法國時尚花藝大賽第一名 不是每個人都林志玲 對不對 也不是每個人出生就是高以翔 你有可能就是高富翔百貨 沒可能 你如果沒有去看最根源本質上面的美感 他從出生就長這個樣子 他可能經過雨露風霜被蟲咬過了 就是風吹日曬雨淋各式各樣的自然環境 所受的災害 而最後變換成那個樣式的話 你會發現每一個東西 你去看他不同的形狀 不同的早上 他會有不同的故事出現 最窮的時候 存款只剩二十三塊 吳上洋還是堅持要插花實現夢想 發現自己本質上的美 吳上洋透過花藝 寫出不凡的人生故事 記者林正武賴正元台北報導